能经理周袭可说是未选先热 土团党和巫统抢投降 率先宣布由自家人上阵 晚上好我是吴威敏 首先来关注旅巴云顶翻覆的后续进展 一辆坐有21人的旅游巴士 今天早上10点多左右 从云顶下山时失控翻覆 导致两名中国籍男子受困在巴士内被救出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其余伤者则分别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 以及文东医院接受治疗 云顶大马随后发文告指出 涉案巴士属于第三方公司所经营 载有18名来自中国云南的游客 而这起意外发生在云顶下山路段 16.5公里转弯处 云顶销整局是在早上10点43分接到通知 而旅巴上的21人当中 有三名本地人 分别是一名司机和两名男性导游 其余都是中国人 分别是七女十一男 文东警区主任在韩表示 这种意外发生 也造成了交通严重的阻塞 由于移走巴士需要一些时间 因而导致云顶上下交通一度动弹不得 另外根据新州日报报道 这批旅客参加了四天三夜的大马旅行团 并将在后天到新加坡张义机场搭机返国 在意外发生之后 两名死者的家属预计将会在明天 迪马一替至亲办理领事手续 群委会昨天才宣布 吉兰丹州能吉里周席 补选的投票日落在8月17号 如今距离补选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今天朝野两大阵营就都针对这场补选 释出了消息 国盟这边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昨天晚上就表示了 国盟候选人将会来自土团党之后 土团党单州主席卡马鲁丁则进一步说到 他们将再次使用伊斯兰党的标志来参选 至于团结政府这边 虽然没有官方宣布 但是巫统主席阿摩扎西已经率先透露了 将会委任巫统元老东姑拉沙利领军 担任补选竞选委员会主席 扎西强调 他们不会轻敌 希望凭借孤里丰富的政治经验 从土团党手中夺回这个巫统传统选区 另外他也将会委任 巫统吉兰丹州主席阿摩扎兹兰 担任能激利补选竞选委员会行动主任 这里也跟你补充一下 能激利州席是在画望深国席底下的州选区 而孤里曾经担任画望深国会议员长达十二届 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 不过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当中 他已区区163票败给了土团党候选人 穆哈默哈兹兹 如今身兼国座议员的穆哈默哈兹兹 导戈支持首相安华 因而能激利州席被宣布选空 全民共识主席安努亚穆沙 日前在脸书发文指出 一旦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默 拒绝选空六名便捷支持安华的土团党国会议员的议席 预料将会有11名来自巫统的国会议员 也将会跳槽支持国盟 对此武统总秘书阿斯拉夫 昨天晚上出席双膝八甲补选西盟竞选集会的时候 就以根本没有这回事来驳斥安努亚穆沙的说法 他说美名国阵候选人在大选上阵的时候 都必须签署四份文件 其中的内容就包括了 一旦违反党章将被视为自动退党 也就是抵触反跳槽法令必须悬空议席 况且团结政府获得15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就算少了11人也还有142名过半支持率 因此阿斯拉夫表示 除非有更多国会议员退出团结政府才会倒台 但问题是根本没有国会议员要离开团结阵营 楚江安华今天在槟城可说是跑透透出席了多场的活动 期间针对宾州政府近期接连 获得联邦政府批准拨款所引起的争议 首相授寻时就表示了拨款批准是依需求而批的 而不是以州属来批 他表示宾州从以前开始就发展得相当的好 因此过去鲜少获得联邦政府的关注 而去年有数个基建项目已经获得了批准 包括扩建机场和建设轻快铁 因此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提振槟城的经济表现 另外就政府什么时候会落实针对性RUN95汽油补贴措施的提问 安华指出政府目前专注于确保针对性柴油补贴计划有效执行 其他的补贴性计划还没有决定 数年前冠病疫情笼罩全球的阴影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 如今我国卖路后疫情阶段修订版的冠病防疫SOP也即将出炉 卫生部长足迹菲里今天就透露了修订项目包括了疫情管控 居家隔离还有就是佩戴口罩等等的条规 虽然有关修订案已经在内阁通过但还没有敲定落实的日期 当局也还在拟定细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 卫生总监就会公布详情了 接着来关注其他重点新闻 一名男子深夜翻墙闯入民宅 偷走量晒在庭院的衣服后逃走 这起事件发生在雪州万金平安花园 警方在6月28号下午接获31岁氏组投报后 立即派员展开调查 根据氏组的投报 这起偷窃案令其损失200令吉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点379条文偷窃开档调查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高达7年 罚款或者两者监失 槟城施布朗在野医院儿科部医生专会品 昨天上班前在车内昏迷后去世 今天举兵时 约40名亲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为家属玩具记者采访 专会品质放于龙伟林孝格 并在今天下午举兵 送往巴都演冬火画场 国内在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罗佛州卫生集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 林天顺受巡视透露 巴州巴侠敦阿米纳国中 99名师生自6月27号晚间 开始出现腹泻等不适症状 其中11人已前往就医 卫生部随后下令 暂时关闭学校食堂 并抽取食物样本进行化验 以查明原因 今天的百格大事迹到此 感谢你的收看 也别忘了把我们的视频多多分享出去 再会了